中华民国近年被民营党政权执政之后 跟捷克的关系就开始有一些很微妙的发展 捷克总统反对跟台湾有太多的关系 他认为跟中国建立比较好的关系 捷克的国会议长等等一些国会议员 则认为应该跟台湾保有一些比较好的关系 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外交情形下面 居然发生了捷克坐台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商务贸易组长 那么去年居然是邀请为外籍学生到家做客 那么现在却被指控了要借机性侵 涉嫌强制性交罪 结果在台北地检署致海询问外交部礼宾处的时候 外交部却声称说 这样的外交人员是享有刑事豁免权 最后依法处分不起诉 那么不过中华美国跟捷克根本就没有外交关系 那么也不是这个执行公务涉案 那他根本就是私下的这个生活的不检点 那私下的这个生活有一些问题 所以才导致今天被提告 结果现在传出外交部 私下要求这名外交官尽快离境 避免争议 那这样子到底是在替谁脱罪呢 那到底这样是真的符合所谓的外交豁免权吗 稍后我们都会有详细的分析 那么除此之外呢 台湾的一些水果在国际上面是不是又在闹大笑话了呢 台湾的芒果的样本呢 被检测出COVID-19阳性 那么现在被这个澳门呢 这个禁止 暂时停止输入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 在7月1日在外交部官方推特上面朝放说 他们到底是在哪儿找到芒果的鼻孔 戳进去做PCR 奇怪 这个一定要戳进去鼻孔才能测得到 这个COVID-19的病毒吗 这是我蛮大的疑问 稍后我们也会有这个独家的分析 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是周子瑜 欢迎收看今天7月4号 星期一晚 今天中文您播出政经全球新闻 中华民国的外交 除了这个邦朝国在变少之外呢 那么另外是不是有自损国格 自降国格 甚至是为了所谓的 要建立外交关系 那别人的这个外交官 在台湾涉嫌性侵都可以放走 那么这个是这个禁电视新闻的报道 那么特别提到了这个 在去年4月 这一位捷克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商务代表 邀请了一位外籍女学生到家做客 那么遭到指控借级性侵女学生涉嫌强制性交罪 然而在北检制涵询问外交部 那么外交部的礼宾处却认为呢 这一名这个捷克的外交人员呢 享有刑事豁免特权 最后依法处分不起诉 那么女学生不服提起在意哦 那么前书啊 蒂尼大使赵玲就表示说 他个人认为这令他感到非常的感慨 这表示在这个中华民国的外交作为上面 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萎缩自己哦 那么其实在台湾呢 因为享有刑事豁免权而获派不起诉的案例 在近期是不时上演哦 那么靳新闻的这个举例包括了2016年哦 土耳其驻台副代表 呃这个都库哈里搭讪女子不成 跟店家起冲突 一路推挤到大马路上 跟警方起口角还狠串路过的汽车 还说自己有刑事豁免权 警方居然是当场放人 虽然外交部事后判定不具有豁免权 但当事人已经反国哦 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他进行来提告 2020年马来西亚驻台的这个外交官员哦 这个贺哲明开车门撞伤歧视 对商者是不闻不问哦 外交部含富北检想豁免权 最后刑事民事都免责哦 所以现在外交部的这个这个身份呢 恐怕底法院还要高 他说有豁免权就有豁免权 他说没有豁免权就没有豁免权哦 那么去年又发生这一性侵案了 结果外交部又直接给予豁免权哦 传出私下要求避免争议 要求证明外交官尽快离境哦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外交豁免权是这样子来使用的吗 那么翻开这个外交豁免权的历史哦 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始于17世纪的欧洲哦 那么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哦 这个外交关系公约在中华民国国内 也是被视为是国内法的哦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在全国法规资料库当中看到哦 这显然是被我们立法院也同时通过成为国内法哦 那么这个所谓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外交官在从事外交任务的过程中 不受到这个迫害哦 和这个不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么假如这些外交官因犯法被母国取消豁免哦 则需在该派遣国受到法律制裁 一般来说因为外交官在他所住的这个国家里的的确犯法的话 因为在豁免权的保护不受刑 但是所在国也会给予驱逐哦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他的一开头很明确 他说的是从事外交任务的过程 那今天这个带女学生回家邀请女学生这个到他家里面去 然后借机性侵这个算是呃 在外交任务的过程吗哦 那这是不是因为哦 这个我们的总统蔡英文他的过去的家族哦 在台北市一样 勒马饭店就现在海拔王吗哦 那勒马饭店在这个过去美军美军驻台期间呢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军慰安所吗 讲直白一点就是美军慰安所吗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第一个他对于台湾女性女权根本就不尊重嘛 第二个是他也觉得台湾女性的这个地位卑劣嘛 所以呢这个女性遭到性侵 女性被这个这个性骚扰 他就觉得无所谓嘛 所以迷脑那些臭左派呢 这些极左派呢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起来带头反蔡英文呢 你们不去追查当年勒马饭店的这样的一个美军慰安所 那你们现在却高喊女权哦 那在美军里面你们敢对自己的党主席抗议吗 那么是不是因为这样的风气哦 所以让这个外交部队于像这样子涉及 这个性骚扰或者性侵害的这一些他国的外交官员 都可以给予刑事豁免权呢 来在这个德国的云伦 怎么看这德国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门 知性也是这个应该说一直到现在啦 都还是被这个性侵性骚扰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啊 结果现在是欧洲的这一些外交官员 在台湾也涉嫌了这个毛手毛手的状况 你怎么看 第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些外籍人士 他们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啦 因为人家会说这个进步文明的国家嘛 当然我是不太知道说捷克 是不是列在里面 但是我一般来说是很尊重捷克这个国家啦 包括他有乌拉格之村 然后包括他出了哈威 出了这个米兰昆德拉 虽然米兰昆德拉觉得他是法国的作家 但是就是毕竟他早期的这些作品 还是捷克文写的嘛 然后所以说 其实我对这个国家还是 基本上是蛮尊重的 但是就还蛮奇怪 就是说有一些外籍人士 他们好像出了他们的国境 然后到了这个其他地方啊 尤其是到台岛之后 好像其实就表现得很奇怪了 就是之前也有一些这样的事件嘛 刚刚都有举例啊 然后就是说土耳其的人的副代表 然后马来西亚的代表 然后之前有一些其他的不是外交官的一些外国人 也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行径嘛 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也可以听到 就是例如说好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表现得还好好的 然后到其他国家 不小心是他觉得到中华台北之后 就是到了中国 就是类似中国的地方 所以就觉得说他们可以像中国人一样 这个比较 比较这个 不是那么尊重法律 还是怎么样 还是像中国人 学中国人一样 讲话很大声啊 然后就是随地坐着啊 然后什么样的一些行径啊 大概就是 有这样的一种 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了 就不晓得是说是局域怀指呢 还是说他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行为 然后所以说这个也是觉得还蛮奇怪的啦 然后第二个是说我觉得好奇的是 如果是这个所谓的中华台北的这个外交官 然后在你说比如说在德国好了 或者在其他国家在美国好了 然后你就涉嫌性侵别人 然后你说你这个是有豁免权 然后所以我就是好像潇洒的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其他人还会赶快劝你离开 不要造成争议 外交单位会赶快劝你离开 然后就是不会用驱逐的方式的话 那我觉得比较难想象啦 看看那想象一下他们会不会这样做 那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说 长期以来这个大概就是一种 中华台北他受到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 他一方面其实是很自卑啊 一方面也是很自大啦 那这个刚刚提到维也纳的国际关系的这个公约 那其实如果我们跳脱一下这个所谓公约 到底我们去探究是不是所谓的在从事外交活动呢 还是说是在从事其他的外交以外的这种活动 我们就就退一步说就是说到底这个台岛人或者是中华台北的这些人 他们对于外国人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之前好像也有讲过一个一点就是说 你从整个学校教育包括我在大学的台岛的大学 还就读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一种体悟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其实好像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外国人其实是显出很多的自卑心理 就是例如说去这个学校然后他们就会去找一些所谓的老师英文很好的说 开一些纯英文的课程啊 但是我觉得这点是怎么讲 这点就是说如果他刚刚到了这个国家人生地不熟 然后其实也还在适应的话 那你还可能情有可原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那么情有可原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像我们如果说到其他的国家去学的话 你一定会先需要通过某种程度的这个语言证明啊 公费留考也需要一定通过的一定程度的语言证明 然后你配合这个公费留考的成绩啊 或者是说你如果没有语言证明 然后到一个学校到一个新的国家 你要先一年至少或者是半年到一年吧 上个语言班 然后你要通过某种等级的语言证明 证明说你可以进入一个学校啊 甚至进入大学啊 然后听懂老师在讲什么 那如果这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要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因为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就必须要先学习这个地方的一些这个地方的语言嘛 语言其实背后代表着一种思维 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啊 那你无论是学这个中文也好 不要去西台湾 那没有关系 反正你就学中文 或者是学台语也可以啊 反正就是你要对这个语言一定的熟悉程度 看你要学好哪一种语言 但是不能说 那我们自己其实是就是 自己觉得说好像外国人来了 我们就一定要提供这个所谓的 全英文的课程啊 让他们可以习惯啊 然后之类的啦 这个我之前讲的另外一点也是反映在 我们跟另外一种外国人 就是中国人的 西台湾的那些人的身上嘛 就好像他们来之后 大家就会觉得说 会尽量避免讲台语啊 他们听不懂啊什么的 那你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到其他国家去学习 我到美国去好了 然后那说 大家就说 最好是不要讲英语 让他听不懂 这样不太好 有这样的事情吗 不会这样子嘛 就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 你要通过什么托福啊 还是那你如果在高级点的话 的学府 或者是说学历 那你也通过GRE啊 那就是有一些 甚至有一些逻辑思辨的一些过程 你都要必须很熟啊 不能说 你就到那边 然后要求人家说 不要用这个 这个语言给你上课 不然你会不懂 这样不是一个 就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 或者是说根本就 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种态度 所以无论是对这个 其他的国家的人 或者是这个中华台北 对于中国来的人 大概都是这种自卑的 这样一种心态啊 所以其实这个是 好像有点根深蒂固的 那其实如果你反映到 比较大的外交的事 我其实会想到 之前在清帝国时期的时候 一开始有许多的 所谓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嘛 其中不是就有一个 制外法权 那其他也是说 他们在那个地方犯错了 然后就是要回到原来的审判嘛 那这个其他 这个其实也都延续到 现在的这个 所谓华国的这个外交部 他们可能还是延续这种态度啊 所以才会觉得说 那我们可以少有一点事情 就少惹一点事情啊 就是赶快叫他说 请他说 那你就离境一下 然后就没事了 这样风波过去 大家就忘记了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你去回到这个 刚刚说的这个 我也拿着这个公约的话 你要看的话 那其实我们要去探究 就是说他是不是 正确的要去探究 他是在行使外交工作的时候 还是是在其他的时候 那如果是其他时候 你即使说不能够在台岛去办他 你至少也要用比较强硬的态度 去驱逐他啦 或者是说 你要表现出你对于这个 受侵害的人要有一些 要跟他站在一起的这种态度 至少要表现出来吧 就是像之前我们说 你要不要营救李明哲 你不管能不能营救的话 你这个强硬态度是要表现出来的 现在显然是没有 你就甚至没有表现强硬态度不说 而且还跟他串通一起 就是让他赶快离去 然后就没事了这样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所以这样子的态度 你难怪就是人家不会尊重你 你不管是 现在也没有说话什么独立建国 你现在没有任何要 任何的尊严 你就拿个中华台北 去那边弄个假的商标 然后对于人家的态度是这样子 而且这个态度也是 我刚刚说过什么 自卑跟自大家在一起 他就看那些外交官 就是有身份的人嘛 包括我们提到说之前的 一些什么外交人员 包括什么美国的阿扎尔 还是谁的那些外交人员来的时候 不是就不用隔离吗 然后可是你看你对于那个 不是外交人员的一些 比较所谓弱势的 他也是外籍人士 那好像态度就不一样了 就说你包括之前我一直提到的 那个我觉得很可耻的 那个就说 就是英国的一个女子 然后她到东台湾之后去 批评了那个防疫旅馆 然后就不只是网军出来 而且政府还说 她就不能够领到补助了 这些那时候你就变得很强硬 而且就是好像就觉得她弱势 然后就觉得她不能批评台湾 所以你这一方面你又表现得很自大 跟中国一样非常的玻璃性 所以你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 七三怕恶嘛 七软怕硬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欺负比较 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有话语权的这个人嘛 所以就一样啊 就是刚刚也提到说 民进党的那些 然后尤其是跟其他的那些党过去的嘛 像什么范云那些的 那么之前都很重视所谓女性主义的什么东西嘛 然后为什么那个 比如说什么丁允峰啊 他把他的办公室的办公桌用了别的用途 或者说其他的事情 然后像是柯文哲的事情 他就一直在讲什么 柯文哲让他的夫人去做家事啊 什么扫地拖地啊那些的 他就一直提出来讲 可是那些真正侵害的 侵害弱势 侵害那女性 他们怎么又说 那个是别人的事情 那个是私下的个人的事情 你就不讲了呢 所以这个很多都反映出 他们的这个双标的心态 就是跟很多的时候都反映出 这个欺软怕硬的心态一样啊 那所以说 我觉得欺软怕硬 或者是双标 或者是那种 看见风使舵 或者是说看着这个 情势来决定你的态度 的这些习惯也好 或者这些观念也好 这些想法也好 我个人认为都是比较是 来自于这个 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部分嘛 就是说你刚刚从 自外法权来谈起 然后大家其实当时的 亲帝国也是一样 一方面很怕所谓外国人 可是一方面又觉得说 有时候又要自大一下 自大的又很傻 就是说 就是例如说有像什么 义和团的那些出来之后 竟然就可以突然爆棚 然后说跟十一国来宣战 那其实就是 后来又一个自取其入嘛 所以其实这些 所进退失据啦 或者是很奇怪的一些标准 然后很奇特的一些 奇葩的一些作为 其实我觉得就是延续 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的 这个优良传统嘛 或者是说 就是你觉得没有 没有一个够进步的 或者是够自己有自信 然后够就是掌握分寸的 一些做法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 刚刚提到从教育 从最基本的教育做起 那我们怎么去看 这些所谓的外国人 那其实台湾 大家说什么美国 有什么种族歧视 其实我台岛也有很多歧视啊 你例如说 你看的那个东南亚的那些人 或者是说 来当替台湾人民服务的 这些家居的服务啦 或者是 以前就是要什么用的嘛 那其实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语言也不好啦 反正就是说 你看待这些人 跟你看待那个西欧的啦 或者是这个欧美的这些人士 是不是态度上也不一样 所以台湾的其实也有 也有很多的歧视 然后这些 就是一个反应在 我刚刚说的那么多套标准上 从政府到民间 大家都有 比较深刻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当然是一个 令人比较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的一种问题 然后他犯法之后 你就逃走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深层的反映出 这个中华台北的社会 是不是存在着 这些比较偏差的 或者是没有一个单一 没有一个真正一个 健康标准的一个 深刻的问题啦 所以我还是建议之后 如果有什么男性的那些人 他邀请什么女学生啦 去家里面 然后最好是结伴同行 或者是看他有没有邀请 其他的比较多人 然后避免要自己陷入这种危险 目前好像也只能够这样子来自保 那当然就是希望这整个生产的问题 能够被深思啊 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解决 刚刚云伦特别提到了 就是台湾的学校 对于这个英文霸权的这种奇特的景象 我真的就听说了很多的这个 来台湾读研究所的一些外国人 外籍学生 他来这边 他的论文叫英文 他学习的也是英文 奇怪 那你干嘛来台湾 就是那难道我现在去美国 我现在去英国 我可以说那我就用中文写论文吗 我就用中文来这个 呃听课吗 老师必须要用中文来给我上课吗 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吗 怎么会是这些外籍学生来 然后居然可以用英文上课 用英文教论文 那结果这个我们的人到海外去 去其他国家不能用中文教 也不能用这个中文学习 那这显然就是不平等吗 外交是建立在平等互惠上面吗 那你怎么可以让这些外籍学生进来 他一句中文都不会 居然或他只会简单的中文 他什么这些写作方面 他都不会 他就能够进来读我们的大学呢 那那那这不就证明了 你的学校是野鸡学校吗 任何人都可以去读的吗 所以还有很多所谓的外国人 就是在台湾的一些外国人 那来到这里他就教英文 那教英文之后 他根本也不会中文 他中文只会一点点 那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如果博这边的语言 你在这边工作干嘛 你有看到哪个国家 就是他们发这个工作签证给你 然后你的这个国家语言都不会 那他这边的国家的这个这个老板 还愿意花钱 或者花这个这个精力 去帮你申请工作签证 让你来来到这个国家 所以台湾这种方式就是第一个 就是把英语至上嘛 什么都是英语为第一嘛 那那其他语言呢 就其他的外语呢 你那甚至本国语言 你都放弃了嘛 所以这种行为 包括刚刚云伦刚刚刚讲的 就是所谓的外籍劳工来到台湾 对不对 从菲律宾从印尼 从泰国来的 跟从美国加拿大来的有不同吗 他们都是外籍移工啊 他们都是外籍劳工啊 那请问有什么等级上的差别吗 你觉得你比他强吗 我老实说 在泰国的曼谷 很多程度都已经超越台湾了 在那个城市的一些经营 都已经超越台湾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 霸权式的这种想法 到底是为什么 台湾人应该好好检讨 第一个就是不要用英文霸权 觉得英文什么都是最好 第二个就是 你在面对所有的外籍人士的时候 请拿出你的自尊心啊 你不是每天在谈 台湾No.1吗 怎么这时候碰到 外国人就软掉了呢 所以 自大跟自尊是不一样的 自大跟自信是两回事了 那现在一堆的台岛人士 连自尊都没了 看到这个欧美人就跪下去了 看到中国人就跪下去了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反正看到不是我们这边出生的人 就跪下去了 尤其是外交官特别要注意这件事啊 不falls支持 假行物 假新 boats 假新 即正 假新 假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好 蔡英文政府非常喜欢卖芒果干嘛 现在新鲜芒果可能都卖不出去了 台湾的芒果样本被检测出COVID-19阳性 那么被暂时停止输入澳门一个星期 中华美国外交部长吴赵燮 在7月1号在外交部官方推特上面 发文嘲讽说 他们到底是在哪儿找到芒果的鼻孔戳进去做PCR 我觉得蛮奇怪的 请问要测出COVID-19是一定要用戳鼻孔吗 奇怪你们不是脱衣快筛吗 那么脱衣也可以吗 那难道检测病毒 就只有鼻孔里面可以检测出病毒吗 这吴钊燮你这个没有读过公共卫生 拜托拜托 要发文之前先去问一下陈建仁 或问一下何美香 对不对 你连这种病毒在哪里能够检测出来 哪里检测不出来 他们的科学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病毒会依附在哪些东西上面 你都搞不清楚 怎么可能在鼻孔里面才会有检测出病毒呢 所以这种吴钊燮的这种讲话 第一个不只是嘴炮 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吴钊燮用庶名JW 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庶名JW 你就吴钊燮三个字打出来是为死吗 你打一个JW 你以为你是JK罗林是不是 他说这是经济胁迫 带着怪异且毫无说服力的伪装 在台湾鱼产品之后 现在他们也让我们的芒果检测呈现阳性 但他们到底是在哪儿 找到芒果的鼻孔戳进去做PCR 他从我脑里都用他们 他们是谁 他们是谁 吴钊燮你这个写文章 你如果前面开头 你有写出一个主词 你后面你用这些代名词可以 你前面连主词都没有 你后面你整篇都用代名词 请问他们是指谁 是鬼是不是 吴钊燮 吴钊燮你要嘴炮 你连最基本的写作的这一些 道理方式什么的都不懂 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人做外交 外交是一个用字浅词要非常精准 小心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没想到外交部长却是做事情大啦啦的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经脑袋思考 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这不跟当初川普在发神经 推特每天在那边发 半夜不睡觉也在那边发推文一样 所以吴钊燮可能去做一下精神鉴定 不然还是去做一下智商鉴定 我实在不知道发这样的文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你怎么不去说台湾当初 这个中国给予台湾多少优惠 对不对 台湾可以向中国输出这些东西 那中国可以向台湾输出这些东西吗 不行啊 那你不是说贸易保护主义吗 那你怎么在WTO上面说的过去呢 你既然都谈自由贸易了 那你怎么还会设这个关税 对于中国设这个壁垒 那你这样子针对这个中国设的关税跟壁垒 你就完全违反WTO的规定啊 那你还说怎么要去WTO告状 奇怪了 中国过去也没告你的状 他真的会这样 他其实也可以去告状嘛 他都没告你的状 那你现在在告什么状 我不太懂 你自己都不遵守这个WTO的规则 那你现在你说 你要这个去告WTO去告中国 我只能说很可笑啦 你自己都站不住脚了 然后去告别人 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 好那根据雅虎奇谋的报道呢 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在上个星期我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 直言跟消费者 跟这个消费者说 这个芒果确诊不是很奇怪吗 希望中国大陆能从科学专业的角度处理 不要片面伤害这个农产贸易 台湾也是大量伤害中国的农产贸易嘛 毕竟我们很多这个蔬果或水果 是没办法从中国进来的嘛 那我们是不是伤害中国的农产贸易呢 陈吉仲 对不对 所以这种 你过去不开放中国的很多东西进来 那你现在说中国不让你进去 我只是觉得刚好而已啊 那你不是说要是西南向政策吗 你把东西说到这个东南亚就好了 对不对 东南亚反正不是西南向政策搞了六年了 应该会有些成果吧 就说过去啊 不然叫日本吃也可以啊 不然叫这个立陶宛吃也可以啊 对不对 不叫美国人吃啊 反正美国人这么挺你嘛 叫美国人吃啊 挂着爱台湾的名义卖过去逼他吃啊 对不对 你说你不吃就是不爱台湾 就是这个田共卖台吗 对不对啊 说这个美国人啊 是这个亲中卖台吗 对不对 很简单 你不是这样子去修理国民党了吗 你现在用同一道方式去修理美国 修理立陶宛 修理日本啊 看到没有要不要吃你的东西吗 对不对啊 西南向政策不是搞得好棒棒吗 那就输到东南亚去看 有没有人要吃啊 对不对 你自己都把鸡蛋啊 说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结果发现这个酒科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卖到中国去 那你现在在跟我说 那马英九的责任 是这样子吗 你执政六年了 对不对 啊 法都到齐了 啊你也不说你要不要签 还是你要放弃 还是你要公投删除 都没有嘛 所以这个 不知道民党现在在鬼叫 鬼后鬼叫什么 就是你从不到尾 你没有一个东西站得住脚的 对不对 那你现在要跟我炒这些东西 我只能说很可悲啊 那这个 这个陈其重还说 他说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农于产品包装上的病毒会传染给人 但台湾检验的样本都是阴性 陈一仲问中国大陆 要这个中国大陆提供证据 而不是只有检测后造成贸易障碍 根据这个澳门市政府的这个施政署 在这个6月30号的公网消息 AP这个由台湾进口的芒果样本 在6月29号的时候 这个被这个COVID-19的这个核酸检测 呈现阳性 施政署随即启动应急预案 将20箱共种100公斤的摄氏货物 全数封存销毁 没有流入市面 澳门市政署也对于这个存放 该批货品的周边环境进行彻底消毒 那么将曾接触货物的人员资料 交由这个卫生部门调查跟进 那么从当天开始呢 澳门的这个市政署呢 就暂缓这个设施厂商 相同来源产品的入口 一个新奇哦 那这个吴宙戏也不需要讲这种东西了 中国打压你对不对 那你就把东西卖到东南亚 卖到其他国家去 这个民主 民主芒果嘛 对不对 民主芒果干嘛 送到全球去 这个我记得庞皮欧之前不是拍照 说他还蛮喜欢吃台湾的芒果干的嘛 好那就全部送到庞皮欧 他家去叫他吃光嘛 反正这个他最近也变瘦了 应该是有这个扣打 可以把这些芒果消耗完了 来在这个德国的云论怎么看 我觉得芒果卖到那些国家不错 尤其是像我上次说嘛 欧洲就有芒果汁 然后有那种芒果罐头 就是放在那种芒果优格里面那种 很小块很小块那种 然后其实大概也不会变干了 或者是你要叫它芒果干也可以 但是就是只是一点点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整颗的这样子 然后你剥开来 然后就就是说可以这样子咬 然后就吃这样吸进去 然后我觉得夏天这还不错啊 然后你还可以把那个 我之前还试着把那个芒果里面的纸咬开 只是里面那颗应该不能吃 好像有毒这样 那只是说可以了解一下里面的那个构造这样子 然后所以其实吃这个一整颗的芒果 尤其是爱文芒果 就是大家都来爱菜英文这种 应该是可以卖到很多地方去啊 然后然后就不错啊 所以其实像凤梨也是一样 之前凤梨也是卖不出去嘛 然后还要有人一直在吃啊 然后还要那个谢志伟出来讲 还要冷笑话 但我觉得凤梨也是可以卖到很多地方去啊 很多地方也没有 像欧洲的一个凤梨罐头 很少看到那种一整颗的那种 然后大家就是去所谓的 要处理那个凤梨这样子 中文字用沙这个动词 我觉得有点怪啦 反正就是去处理那个凤梨嘛 对然后 所以其实也是可以卖到很多的地方啊 那所以其实谈回来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这个吴钊燮 还有这个政府官员 他们对于鼻孔 这件事情情有独钟呢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知道 在那个香港的那个艺人 到中华台北的时候 被戳鼻孔戳得很深嘛 然后还流鼻血这样子 就是然后也没有被好好处理 就是随便包了一个 一个卫生纸啊什么的来止血 然后就就好像没事一样这样子 然后呢 所以其实这个 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一定要挖鼻孔 然后才能够这个所谓的检测出来 那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 我刚刚提到那个 不好意思又提到我本家 就是谢志伟 他就是在讲派Apple的事情嘛 然后之前其实他也有 类似于鼻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件 就是在我记得2007年左右 他当时在当新闻局长的时候 因为他也是当那个行政院发言人嘛 我记得 然后所以他就常常要去发言啊 然后在立法院其实就是 有一些这个蓝营或统派 当然就很不喜欢他嘛 然后就是在咨询他 包括什么洪秀柱啊那种 当然就很讨厌他这样子 然后当时我记得是这个李庆华 还是什么在咨询的时候就说 他好像没有专心听在那个挖鼻孔这样子 然后后来谢志伟就回应说 他这个是吃之以鼻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李庆华就就气得要死 就去查字典 然后说吃之以鼻的意思 是用鼻子发出那种哼 就是很不屑的那种声音 然后不是让你就挖鼻孔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你还敢不敢挖鼻孔 然后谢志伟说我挖谁的鼻孔 挖你的鼻孔吗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就 后来其实他谢志伟还回去写文章 然后把那个挖鼻孔的事情写的 反正就是又写什么挖鼻孔 是手指比较爽还是鼻孔比较爽啦 就提到说什么男女之间的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写起来很不太庄重 虽然说他去回应李庆华 这个桥段我觉得当时看起来是有点过瘾 但是我觉得他把它写的这个弄在一起 就是我觉得有点不庄重 也难怪嘛就是德国的 这个就会变成一些 好像就是有这种问题啊 就是德国的外交界啊 然后就是变成之前我们讨论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去回应他们机制的回应没有问题 然后你包括就是说 那个去去回应李庆华 说我嗤之以鼻 然后又说他这个挖鼻孔 虽然不是他的原因 但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觉得机制回应是可以 但是不要再另外写文章去写到什么男女之事啊 然后写到什么宠不宠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有点点太过了 然后其实就是也非常的会显得说 这个一把他们不严肃的 那回到就是说 这些人其实他们好像这些什么 吴钊系的这些也是跟鼻孔 好像就是非常挺有读重啊 所以其实他们会讲到说 芒果的鼻孔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反映出的是他的那个 反映出的其实就是他对鼻孔的那种 好像就特别想要去找鼻孔嘛 然后没有鼻孔的话 就是可能没办法去呈现他的那个论述啊 所以我觉得也是 这个想法也是还蛮有趣的 到底鼻孔这个是反映出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可以去分析一下看看的 就是说在心理分析 看潜意识里面是藏着什么 而且只有吴钊系的话 你其实不太需要去回应这件事情啊 因为又不是你的什么单位里面去 你必须要负责的 那当然你可以说你不是上班时间 你是用刚刚那个什么化名啊 然后什么去回应的啊 用什么JW啊 去回应的 那你可能不是说你公开的一个回应 可是你回应的 如果不是公开回应 那你也做一点比较专业的一个网名 然后去做一个比较专业而有深度的 一个专重的回应 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幽默一下 也是可以 但是不要说只有鼻孔 你可以说那如果没有鼻孔的话 你的那个咽喉在哪里 或者是说他做出来的那个什么值是多少 然后里面有多少病毒 如果能够讲出来的话是更好啊 那如果他要去回应的话 除非就是 那我觉得你要回应很简单嘛 那你真的能够把中国的事情 并入外交的事务吗 中国就不要什么入委会啦 就直接并入外交部 那你回应就我觉得就非常的 就是可以很适切的去 大大方方的去回应嘛 只是回应的内容 内容 目前还是不好啊 所以 其实我觉得 那可以回应 但回应的不太好嘛 然后所以就是这个 刚刚又提到说 这个所谓的芒果 那是不是要销到其他地方嘛 那显然就是政府没有在 没有在这方面去用心 所以我们之前才看到数字就是说 EKFA他也是继续啊 然后所有的贸易也是 都依赖在中国的身上嘛 然后什么新南向 好像也是跟之前比起来差不多 跟马英九十七比起来差不多 然后这个 就是还是继续把这个 都放在整个 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然后就销到中国 所以中国是看到 也不要你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就只好做出这样子的一种 嘴炮式的回应 包括陈其中也是一样啊 就说你只好做这种嘴炮的回应 那你如果说这样的话可以 那你就真的开放自由贸易 然后你也去检测出中国的什么东西 中国的水果啊 或者是蔬菜啊 然后有什么COVID-19啊 甚至是有什么COVID-19的变种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之类的都可以啊 或者是你要检测出 有什么猴豆病毒也可以啊 那你就是可以 可以去这样子回应他嘛 那或者是说 因为刚刚讲的 你可以把它卖到 卖到其他国家 反正其他国家的人 其实也很少吃到那些所谓的台岛的水果 那就看你的这个品质好不好啊 或者是说 你甚至可以卖到其他国家 然后让他们欢迎他们去检测 欢迎欧盟去检测 然后如果说 欢迎这个其他的地方的标准去检测 然后检测完了之后 就说发现说台岛的这个水果真的是品质好棒棒啊 然后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然后也是符合什么什么的国际标准 那这样的话你这样打中国的脸就非常有力量 或者说你就真的不会把这个就是说放在同一个地方去 然后你只能够在那边嘴炮嘛 那你现在自己如果没有一些相关的证据或相关的数字 那你就说要求他们拿出证据来 那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说不通了 因为就变成是各职一词嘛 那公有礼婆说婆有礼啊 中国也是可以说我们的检测标准就是这样子啊 虽然你可以说他的检测标准是假的 可是你自己也没有真的来对应啊 那所以说其实就是 现在目前卡在这个地方的状况 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呢 其实就是不太敢说自己的标准就够嘛 所以你不太敢说销到其他地方 或者是说你也没有那个潜能 也没有那个保存的手段 或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你也没有那个标准 所以也真的销不到其他地方 之前也没有在努力做这方面的那个准备工作 所以说现在只能够就是卡在这个地方 然后用这个地方用芒果去卖芒果干 大概就是这样吧 用芒果 然后人家就是不要嘛 然后不要的话你就拿回来 变成芒果干来卖给这个岛民啊 卖给中华台北的人 然后看他们要怎么去处理啊 怎么样去帮你继续去这个继续挺下去啊 那如果挺不下去就就没办法了 所以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说 这个之前没有做嘛 那这个蔡英文的政策跟马英九一样嘛 然后什么的都差不多嘛 那你要怪给说马英九 甚至还有人在说什么ECFA如果不要签的话 那就是后面还有还有其他的一些 如果ECFA要废掉 那还有中共还有其他的一些协议的后半段 然后又会怎么样呢 所以你没办法去整个废掉 那这样的话就当时就要诚实的告诉大家 如果说真的不能够那么简单就废掉 那蔡英文当时就不要讲说台湾要什么公民 要来公民投票决定废掉ECFA 这个只能证明蔡英文当时要不就是没有准备好 我们就是刻意欺骗大家嘛 那所以现在如果说这个不能废掉 那就不要再怪给前面的人 如果说可以废掉那就赶快废掉 不要再说可以废而不废 然后怪给前面的前朝 然后又让自己的目前的这个什么蔬菜水果 还有一些什么农产品也好 好像就是卡在那边 然后只能透过讲冷笑话 只能透过看看大家去用什么民粹的方式去处理 这样的话我觉得长此以往的话 毕竟是不是办法啦 那既然这个政府要重视这个民生嘛 那我觉得真的要重视啊 不是只能说把所有东西都来当芒果干卖 这样吃太多芒果干 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有一些什么毒素啊 那也是会中毒 那中毒了之后 大家都中了英文病毒 中了英文病毒中毒太深之后 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假新闻大人 假新闻大人 假新闻 假新闻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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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被很多西方媒体视为是带头反俄罗斯 由俄罗斯所主办的年度盛事 圣彼得保国际经济论坛 在6月17号的时候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会议上面发表演讲 但后来因为被DDOS就是被骇客使用快速的大量的账号进入现场 导致现场的讯号中断 那么普丁在演讲当中宣布了单极这个时代 世界时代的结束 指出新方赢得冷战的同时 美国宣称自己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 但没有承担起责任 眼中只有利益 让世界变得不稳定 奇怪 这个普丁不是之前也把这个俄罗斯东正教的这个主教找来 对不对 也是以这个上帝之名发起战争 奇怪 这上帝怎么被他拿来这一回用在自己要这个打仗 一回又说 这个美国都宣称自己是上帝在地球的代表 这个还蛮奇怪的 好 那普丁又谈到了这个俄罗斯是被迫卷入这个冲突对乌克兰的战争 那么这个意志是在保护他们的公民 那么因为多年来这个当地一直受到基辅政权及受到西方保护的新纳粹分子种族灭绝 那么之后轮到有这个出有份出席的这个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发表演讲 那么内容是主要谈到这个当前的经济危机 但是当他被记者问到说对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有什么样的看法的时候呢 他说这个国家领土完整是一个神圣的概念 也有人说人民有权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并有权分离 但如果国家自觉得以实现的话 那么地球上将不再是只有现在的193个国家 而是500或600多个国家 那到时候就变得很混乱 所以托卡耶夫称哈萨克不会承认台湾科索沃南澳赛地或者是阿布哈兹的这个独立的状况 那么显然这个原则呢适用于这个准国家 也就是这个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那么当然在这个 此外呢这个还提到了这个整场的这个托卡耶夫呢 也有在讨论当中抱怨说哈萨克国内有一些人对哈萨克做出这个不适合的攻击 那么这里显然是指俄罗斯宣传这个工作者以及电影导演呢 柯萨扬呢 他在今年4月的时候批评哈萨克忘恩负义哦 那么最尴尬的就是这场论坛主持的是柯萨扬的太太哦 他也是Russia Today哦 今日俄罗斯RT的总编辑的西蒙尼扬哦 那么这令这个主持人呢 这希望这个转移话题哦 但普丁呢似乎认为有需要与托卡耶夫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而且普丁的态度是明显放软哦 那么这个哈萨克这个除了这个不承认这个两个这个乌冬的这个分离的这个国家哦 那当然他刚才特别提到他也不承认台湾独立嘛哦 那么另外还提到了这个呢 呃 哈萨克的在这个 哈萨克的这个前总统呢 拿扎尔巴耶夫呢 呃 也这个应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的邀请哦 在这个6月13号的时候 在这个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他会面哦 那这一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俄罗斯与哈萨克合作30周年哦 那拿扎尔巴耶夫向普丁祝贺6月12日俄罗斯独立日 讨论两国建交 呃 确认两国之间的这个平等合作 同时双方互助大家身体健康哦 那不过我们常听到就是说拿扎尔巴耶夫在过去其实这五年十年当中 他的亲中立场当然比较明显吧 所以当然有很多的说法是说拿扎尔巴耶夫为什么离开他总统职位 有一说当然就是提到他与中国这个关系比较密切 与俄罗斯的关系反而没那么密切那最终导致托卡耶夫上台 然后这个拿扎尔巴耶夫这个被迫下台嘛哦 那现在拿扎尔巴耶夫呢呃呃呃这场会面呢有消息人士就指出说这是6月5号哈萨克通过宪法修正案有关系哦 因为这个修正案剥夺了他的首任总统及其家人的特权哦 这个有关这个首任总统法呢这个很多的这些呃文字被取消了 那么此外这个双方也有可能讨论地缘政治局势以及乌俄战士 然而访问的持续时间及不确定性呢引家引发这个专家们之间的这个讨论哦以及热议哦 因为呢这一次拿扎尔巴耶夫不仅会访问莫斯科还打算要访问索契哦 那么这是这个哈萨克的一个状况 那呃呃你怎么看赛克你怎么看就是西方国家认为说 这个呃托卡耶夫呃他这个表面他的这个表态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反俄罗斯啊 包括这一个他出席这个经济论坛当中呃还有这个特别这个提到 就是说呃在这个呃哈萨克的总统新闻秘书证实说托卡耶夫在论坛的前夕 拒绝接受俄罗斯颁发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哦 那这个勋章是俄罗斯帝国呃的这个女王叶卡捷琳纳一世 在1725年的时候就开始颁受的勋章 那么以表扬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俄罗斯公民主要是在政治或者是军事上哦 那么这是俄罗斯呃这是哈萨克的这个总统新闻秘书处 证实这个讯息哦 那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处的这个佩斯科夫 他们的新闻发言人则是否认了这个消息哦 他说不知道这个消息从哪里来的哦 那无论如何西方媒体现在呃在报道就是说托卡耶夫是亲西方的啊 托卡耶夫是反俄罗斯的啊 托卡耶夫在很多这个上面是这个不给普丁面子啊等等的 那你怎么看这是一个真实的托卡耶夫吗 其实整个西方的这些媒体他们报道这个托卡耶夫的这种行为中 他们都已经显示出了他们不了解哈萨克他们不了解托卡耶夫 而这些机制们我都不知道他们的这个政治方面的素质已经低到那么那么低的这个地步 为什么托卡耶夫他本身是普京的亏力 这个2022年远约在哈萨克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有型示威者 要发这个命令这个不警告直接施杀这个命令是托卡耶夫发的 而且托卡耶夫当时请求普京把这个这个集体安全组织 就是普京这个普京领导的这个前前苏联国家的这个军事组织 他要拍这个不敌一点就几乎都是俄罗斯的军队 几乎都是俄罗斯的军队 他直接派他们直接听他们直接服从为普京 而这个军队他们派往哈萨克 而哈萨克以后他们直接对哈萨克的这个属无存在的白形 这个开枪是啥 而这个死了多少个人到目前为止是一千个人还是两千个人三千个人 我们都无法得知没有根本没有一个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没有一个统计统计数字 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在这个哈萨克在这个源越发生的这个全民的这个和平有限抗议中 比哈萨克当局逮捕的一万多名无辜的哈萨克年轻人 像他们现在还在哈萨克监狱里面 而这些这些人还还还还他们的这个亲戚到目前为止还在维权过程中 而这些人都还在 而普丁他只不过是托卡尔夫的这个老班而已 而这个托卡尔夫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论坛 就是俄罗斯在俄罗斯领土的举办这个国际论坛 他看来为什么要去签这个去参加这个论坛呢 为什么其他的国家没有去参加呢 这根本就是普丁缴了他的这个晋升下的这个伊哈萨克 吉尔尔基斯或者其他的 就这么就这个五六个 这个他的魁力的这些政权的领导人 叫过去参加的一个轮毯 他根本不是什么国际轮毯 他只不过是一个普丁领导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一个轮毯而已 托卡尔夫前去参加这个问题 他本身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个亲西方 或者亲民主的一个人士 他只不过是普丁的一个魁力而已 而第一为什么他拒绝接受俄罗斯到颁发的这个 这个勋章呢 第二为什么他说他不承认台湾或者 德尼普或者鲁干斯克这两个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这个魁力争权呢 问题是 他说他不承认台湾 他同时讨好中共 他说他不承认这个鲁干斯克这个 和德尼普这两个国家 其实他普丁他们两个合起来 做游戏给西方看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普丁四面出格 他到处都已经属于敌人 他在这个经济制裁也好 或者他资金的这个问题也好 或者他要获得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这个 加工开采利益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也好 他经过哈萨克来购买这些产品的 而哈萨克等于是普丁要苟通西方世界的 或者从西方世界狗买比资赛的产品的 唯一一个途径 除了哈萨克没有其他的国家 可以帮助俄罗斯 所以就像您刚才提的那样 连俄罗斯的最东部 他出现这个G2G4 这个生产的美国的科勒 他把这个虽然科勒已经推出俄罗斯市场 可是他在G2G4的科勒 买给整个俄罗斯那样 他跟那个同样的道理 西方再制裁俄罗斯 可是俄罗斯他已经排了将近一百多万个 一百多万个俄罗斯人 现在已经顶居哈萨克 已经获得了哈萨克的商业许可证 他们在哈萨克购买的大量的 这个不动资产和这个不动资产 而他们通过在这个开大量银行账户和 注册这个公司 而以哈萨克主持的公司 而这些人都是普京他前往这个排王哈萨克的这些科格勃之家的制裁 所以托卡业夫他只不过是一个好的演员而已 普丁和托卡业夫在这次这个演戏给西方看 只不过是我通信的是西方的那些政治家和评论家 那些记者或者那些媒体 他们没有看穿这个 他们正在作戏 这是一个很让人不高兴的一件事 中文字幕提供